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世川坤导演的《剑》 每个人都会衰老,这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与衰老做斗中的故事 古艺术剑定将剑持日劫衰老 身体的各项技能都开始退化 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性能力 剑持不甘心 每个月找好友向马博士注射一针男性荷尔蒙 可是,容然不够 坚持有办法 每隔三四天,找向马的学生木村 偷偷打五百单位的脑下垂体前夜荷尔蒙 打完针,回家了 坚持摇摇晃晃 一米五,一米六,一米五,一米六 难言之隐总是难言 衰老嘛,性能力减退是自然的 向马博士劝太太说 欲打伤身,还是宁静但无点好 既然是丈夫的秘密 太太玉子自然不能戳穿 正上班呢 小姐名字突然来访 木村这才想起来 昨天的约会忘了 明天一起去大阪吧 老地方 木村熟练地说 约好了,回家了 剑持晃晃悠悠回到家 空无一人 闲着也是闲着,看电视吧 也许做运动能保持体浓,失败了 女人花子到邻居家戒烟 回来刚好看到 这种尴尬呢 玉子推门而进 匆忙跑进洗手间 昨天刚给了两千块 怎么家里连烟都要戒 玉子解释说 家里没菜了 房者突然来客人 所以去买了点菜 不大一会儿 名字也回来了 脚步很轻 但还是被剑持叫住 和木村怎么样了 剑持挤出笑脸问 名字冷冷地说 我讨厌木村 口是心非,随你 玉子说 剑持一脸冷笑 问 昨晚的事还还恨在心吧 和人比 还是猫咪更可爱 玉子倒了些牛奶 换流浪猫进来 凑近一看 薄得真讨厌 一股莫名业务感涌上来 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天黑后 木村带着家乡特产 乌玉子来访 剑持迎出来 连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进屋后 木村见到玉子 也连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小姐名字下楼来 木村见了 又连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名字的好久不见 话音还未消失 剑持就催着她 回房间学习 名字探出头来 学习了 玉子和木村 喝了不少酒 聊得火热 剑持听了 看了 也浑身发烫 既然心情好 那就多喝几杯 趁这功夫 剑持又提了提婚事 木村受宠若惊 当即同意 还说毕业后 不想离开 向马博士的实验室 剑持宽慰说 没事 我去跟向马谈 太太出去半天了 是不是喝多了 说着 木村起身去找 奇怪的是 玉子不在洗手间 也不在卧室 要说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名字直奔浴室 找到了 玉子醉醺醺 竟在浴室呼呼大睡 快来帮忙擦身体 不然会感冒的 坚持催着木村 忽然之间 坚持觉得自己重返青春 自从木村出现在这个家 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年轻 木村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有大碍才走 木村走后 坚持锁紧门窗 往火炉里缠了一撮煤 而后 小心翼翼地 将书房的日光都拿到卧室 第二天一大早 玉子还在昏睡 坚持担心 即刻给木村挂了电话 眼看木村一步一步走进家中 坚持心里又热又痒 像干锅上的蚂蚁 有客人来 怎么能睡懒觉呢 玉子想起床 可无奈身体软塌塌 昨夜真是麻烦你了 害你一夜没睡觉 玉子抱歉地说 木村有一些梦 自己明明十二点就回去了 玉子黄黄然明白 是自己在做梦 做了一夜 干锅上的蚂蚁从后门爬了进来 烫 哪里都烫 晚上 力行喝酒结束 木村拿出一台相机给剑持 就好像约好的一样 每天都来喝酒 先是明子离开 后是剑持离开 已然成了固定模式 木村告诉明子 我的立场很尴尬 不能不来 又不能乱来 今日立行一事结束 剑持哐当一手拉上门 短短一夜时间 剑持拍了两卷胶卷 木村受托洗照片 重惶重恐 不堪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昨晚明子起夜 发现走廊尽头亮了刺眼 不堪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爸爸还是个摄影师 私房摄影师 狱子睡得半梦半熊 口中喊着木村木村的 剑持心中高兴 无法言说的开心 大阪某间旅馆 这里是木村和明子的老地方 游戏开始之前 木村拿出剑持的私房摄影作品 告诉明子 嫉妒能让人保持青春呢 明子先是一愣 而后热血上头 剑持在古艺术鉴定方面 是公认的权威 行内人受到好物件 都会拜托剑持出一份鉴定书 众聊着呢 剑持突然身体一软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剑持有气无力地说 农药为什么要放在厨房 玉子问 花子盯着看 心想 这不是绿色那罐吗 不是去无粉吗 色盲怎么办 简单 罐子里面的东西 换过来不就好了 看过爸爸的私房摄影后 明子满脑子问号 妈妈告诉明子说 我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妻子就是要服从丈夫的 明子冷笑道 这么说 妈妈是真女的典范咯 明子决定了 搬出去住 这样对每个人都好 一个雨夜 明子突然跑回家 爸爸 不好了 妈妈在我的公寓晕倒了 剑持听了 慌里慌张的跑进雨里 生怕错过了什么 往常都是剑持安排一切 突然换成明子安排 剑持心里颇为不爽 你帮玉子换衣服吧 我的手淋了雨 不舒服 回家了 出租车里 弥漫着奇怪的气氛 剑持的手在玉子身上游走 木村从后视镜中 看得一清二楚 剑持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血压高到一气都无法检测了 而玉医生开玩笑说 一气可能坏了 估计还是要去 下马博士那里看看 剑持半信半疑 都能说 你们医生都会夸大 应该去写小说 回家了 剑持一米五一米六 一米五一米六 这种沮丧的竟碰上玉子 剑持拿出三千块塞给玉子 当零花钱 估摸着剑持走远了 玉子这才戴上珍珠耳环 左看右看 挺好 真合适 傍晚 屋里黑漆漆 剑持头痛头晕 身上冒虚汗 花子察觉到 告诉剑持说 我认识个纸牙治疗师很厉害 先生可以试试 晚饭 家中只有妇女二人 喝酒什么的就免了 妈妈在大阪哦 某个旅馆呢 你想要知道具体地址吗 明子略来挑衅地问 剑持发飙了 度火上头 心里秃秃地跳 名字失去 该说的都说了 说完 走人 研讨后也轮到在剑持家开 人很多 但都是老朋友 不知怎的 剑持有些恍惚 每个人都看着面熟 但就是叫不出名字 老友们停住嘴 左看看右看看 大眼动小眼 过了几日 剑持将名字和牧村 都约到家里来 说是有事要宣布 没等玉子反应过来 又一个男人推门而进 花子告诉玉子说 也是先生约的 是个纸牙治疗师 剑持是最讨厌别人碰自己的 现在竟然主动找纸牙治疗师 玉子大概能猜到 一定是忍不了了 今天是要定下你们俩的日子 说着 剑持被架主 想着站起来的乌龟 治疗最少也要一个半小时 玉子提议 不如先出去逛逛 如名字预想的那样 妈妈中途有事先走 然后 母村也突然有事了 一直到晚上11点多 玉子才回家 剑持慢不清新地问 电影好看吗 玉子没回答 走到剑持床边说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 我现在慢慢明白了 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没有失去真操 剑持听着听着 脑子一热 又是一阵头晕目眩 约末凌晨一点左右 剑持爬上玉子的床 遗憾的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玉子整理整理心情 通知女儿 通知医生 丝毫没有慌乱 而玉先生一番检查 心里有数了 是不是指压治疗师加重了病情 玉子问 而玉医生接过话茬说 嗯 想必是这样 天刚亮 而玉医生就派了护士来 剑持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儿弄好 需要不间断地持续护理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出去见面是不行了 玉子塞了把钥匙给牧村 嘱咐说 明子八点走 护士十点睡 十一点来 从后门进 十一点中 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开门 锁门 一切顺顺当当 病拖得久了 人很难过哦 牧村咬着玉子的耳朵说 灌灯 屋子里按下来 两人商量着 该结婚的结婚 婚后一起住 像从前一样 照顾了几日 护士有些迷糊了 感觉这个家里 没人关心病人的死活 中吃着饭呢 明子来叫 剑持说话了 含含糊糊的 好像说什么脚步声 明子一再追问 护士说 晚上十一点后 貌似 大概有脚步声 明子等在后门 果不其然 十一点中 脚步声来了 剑持虽然不能说话 但一直是清醒的 叶叶脚步声 听着剑持现实亢奋 没办法 丈夫的意思哪能违背呢 玉子脱光衣服站着 让剑持看 看个明白 看个仔细 看完了 了无遗憾 玉子确认后 差点笑出声来 死了 搬葬礼吧 热热闹闹给送走 抬头一看 农药罐子又拿到厨房 玉子发飙了 对花子百般嫌弃 明子在旁边洗碗 听着 一句话都没说 到这个时候 牧村才看清 家里的古董 都是别人寄放的 剑持家早就空了 连房子也被抵押掉 牧村一副 顺无可恋的表情 显得极失落 沙拉还没好吗 明子不耐烦地问 趁这功夫 明子给大家做了 特条饮料 既然是特条 当然是秘密配方 玉子的日记 第一次公开 她准备 好好展望一下未来 厨房的沙拉接近完成 还差最后一道秘密配方 牧村和玉子喝了几大口 但都面不改色 怎么回事 明子中疑惑呢 沙拉来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反应 有反应呢 一家三口 种种气气 牧村直到躺着离开剑持家 都没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玉子最后的日记记载着 我的新生活就在眼前 牧村和明子 一定会成为好夫妇 我们三人携手并进 一起去幸福的天国 案子非常清晰了 财务危机导致的自杀 尾巴 古籍仁一郎1956年的中篇小说 《钥匙》 也就是片名所说的剑 发表后反响很大 主要是中意大 喜欢的人喜欢得不得了 好家伙 发现新大陆 厌恶的人厌恶得不得了 伤风败俗 不懂大雅之堂 但是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 很多人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原作前前后后被五次改编 搬上大一幕 除了日本本土导演 连意大利秦斯大师 丁度巴拉斯看了 都直呼内行 拍 必须拍 实际上 古其仁一郎被搬上大一幕的作品 并不少 但是 极少有真正还原原著精神的作品 究其原因 简单地看 无非两点 一是做不到 二是不能做 先说其一 做不到 做不做得到 这是农历范畴 从文字到影像 不同的媒介 在表达和抒发情感的方式上 是不同的 文学作品表达出的意象 如何影像化地实现 不是一心半点的有难度 再说其二 不能做 能做不能做 这是个主观选择题 我们在前面某期节目尾巴中讨论过 古其文学里 没有三观 没有道德判断 只有美 这种美是超越等级和秩序的 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这样 比如原作结尾处 遇子对自己的总结 我作为妻子 对丈夫尽了忠 使丈夫度过了她所希望的 幸福的一生 很明显 这是对自我的肯定 全书最后一段话写道 牧村的计划是 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 和名字形式上结婚 然后 我们三个人住在这个家里 很明显 这里没有公序良俗 没有道德判断 那个满足不了妻子的男人 通过危险关系 通过偷窥和嫉妒 让心语旺盛 最后满足了 交欢神恼意血而死 而后 家里一切安好 对没错 家里一切安好 明白了以上两点 再来看石川坤导演的选择 显而一切 是带有道德判断的 起码主观选择上 倾向于 辅重古籍文学中的三观 原作明明是 为什么 导演你是真将啊 真将 九头牛 不 十辆拖拉机都拉不回来 到此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这么多年 为什么从来没有 任何老师或同学 给我推荐过古籍人一郎 大家谈夏目术时 谈川端抗城 谈借川龙之剑 反正谈谁 都不谈古其润一郎 想来 这是有道理的 给不太熟的人推荐 容易让人误会 给很熟悉的人推荐 更让人误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论 让人们发现 能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论